二战太平洋战场 日军可是一度气焰嚣张的 也许我们会疑惑 如果没有美国的原子弹 日军会败吗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日军当时在中国的战事 已经是到了一种瘫痪的底部了 所以日军才会着急想要借到缅甸 切断中国和欧洲国家的通道殿面公路 也因此中国派出了远征军 远赴缅甸支援 当时在缅甸的英军 而与此同时 日军也在1941年发动了太平洋战争 不得不说 日军比较擅长突袭 在中国战场上最开始也是玩的突袭 而在太平洋战争的突袭也是成功的 但是 却在1942年的这场战役中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遭受了重大失败 甚至是上万日军被活活的死 那就是和英美盟军的瓜岛之争 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突袭成功 让日军对盟军做出了错误的判断 日军以为盟军不会那么快恢复兵力进行反扑 所以在瓜岛驻军校上仅有三千名日军 而在瓜岛附近的拉包尔囤积了重兵 加上岛上的日军主要是工兵 所以战斗力本来就弱 所以美军最开始的反攻就显得比较容易了 岛上的日军很快的便躲到了丛林里 这让美军顺利的占领了瓜岛 以及周围岛屿迅速地步数了阵地 1942年8月9日 日曼海军三川军一中将率日军战舰支援瓜岛 中途遭遇美军双方交战 此次以美国为首的盟军阵亡一千多名官兵 这让日军异常兴奋 但是他们却忘了自己却仍在孤岛上 而美军的大批支援物资却随后运到了 而日军大本营对战争的预估失误 认为美军远远不如中国军队 所以速战速决是最好的办法 于是再次派兵增援岛上的日军 并且几为能速战速决 所以并没有带时某重型武器支援到了后 日军天真的火力装备精良的美军展开了肉搏 却在还没接近美军的情况下 就被美军强有力的火力打压下去了 最终以日军死亡一千二百多人 美军死亡四十人的比例惨败 于是日军认识到了美军的数量在自己数倍之上 开始增派支援 日军集结两万多人 二百门大炮 七十五辆坦特装甲车 对岛上的美军发起进攻 但是再次被美军以火力优势压下来 这个时候的日军已经陷入孤军的底部了 日军在逐渐的淡尽粮绝之下 陷入了绝望 饥饿的日军只剩下刺刀了 于是在深夜冲出丛林用刺刀拼搏 不得不说 美军也没想到 日军会来这一出 打了美军一个措手不及 美军虽然在装备上优异于日军 但是在肉搏上远远不是日军的对手 就在日军眼看就要胜利的时候 却因为饥饿导致的体力不支 最终再次败下阵篮 退守丛林 而在11月12日 日军再次有了增援 并发动了攻击 美军认识到了日军肉搏的恐怖 于是 十分害怕日军近距离与自己肉搏 对丛林采用了狂轰乱炸的扔手榴弹 不得不说 这一招对于饥寒交迫的日军来说 还真的管用 因为体力的原因日军再次败下阵来 最终 从林里的日军为了突围 抽选身强力壮的三十人出来 东拼西套食物 尽量让他们吃饱 然后成为赶死队 就这样的方式还不断的重创美军 这就是人的求生欲望吧 最后却是没有粮食了 三十人改为一人 让一人吃饱 然后去袭击美军港哨 这样的方法也没办法再继续了 饿死的日军越来越多 满地都是腐肉和苍蝇 从林的日军甚至长大嘴巴 等待苍蝇飞进去 最后 这些日军无一例外被活活饿死 战后美军在打扫战场的时候 看到众多饿死的日军尸体 觉得不寒而栗 这场由日军发动的人类浩劫 最终自己却饿死一枪 这里本来是一座美丽的与世无争的小岛 却因为人类的贪欲成了地狱 这就是人类争夺所带来的残酷 目睹战后日军死亡惨壮的美军 多数后来都出现了精神崩溃的状态 不仅是瓜岛 包括日本本土被原子弹所轰炸变成的废墟 都是日军自己自作孽不可活 所以说原子弹下无冤魂 成邀有志知识投稿 原创或推荐好文章 我们将第一时间发布您的内容 邮箱107000701 atqq.com声明 本文来源于网络 百权归原作者所有 如有侵权请告知删除 我们对文中观点保持中立 仅供参考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